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家花旦奢施曼和郭县妮 杨思琪自力最浅 但他和奢施曼PK组手枪 表情淡定 手法熟练 三美制斗歹徒 杨思琪更是身手敏捷 配合默契 在两个老戏骨之前 杨思琪非但没有被掩盖 反而熠熠生辉 无名天使3D出席记者发布会时 三个主演配戴赞助商珠宝 杨思琪戴得最贵 36万 可见TVB力捧程度 不过一年 他便获得飞越进步艺人奖 还在2006年成功拿下了 万千星辉颁奖典礼 最佳女配绝奖 反观其他女艺人 如胡定心 2001年入议培训班 2008年拿到飞越奖 2012年才熬到女配 唐诗勇 2003年入无限拍四叶草 整整7年才拿到飞越 而杨思琪从港姐冠军到飞越 再到最佳女配 一共才花了五年 速度堪称做火箭 不过天上也不会掉馅饼 2002年参选华姐 彩排时 杨思琪被骆驼撞肿下巴 又扭伤镜 他休息两三天 就戴上上阵 拍血战轩辕时坠马 摔到腰椎裂 好了之后 他也从未拒绝过打戏 跌倒扭伤脚 看过医生后就继续穿着高跟鞋出席活动 跳舞手指撞到鼓裂 休息一阵后继续苦练 最严重时 外出拍戏时碰上江湖人士 传闻被人持刀追杀 他和钟嘉欣一路狂奔才意外躲过 公司下了风口令 他乖乖听话 后来也只说这是人生最接近死亡的时刻 庆幸自己命大 无可否认 他够幸运 有潜力还努力 捧和红都在情理之中 可惜他碰到了一生跨不过去的命题 感情 2003年 杨思琪拍摄《血剑轩缘》 因拍摄马戏不小心时 导致腰椎断裂 众人慌乱之际 有个小伙儿背起他就往医院跑 这个小伙儿就是李永豪 武术指导李嘉鼎之子 腰椎虽疼痛 但靠在李永豪的背上 他很安心 住院期间 李永豪每天给杨思琪送饭送汤 杨思琪虽是港姐出身 骨子里却是个小女生 慢慢地 他沦陷于李永豪的暖男举动 恋爱了 恋情曝光后 外界一直反对 一个是港姐冠军 一个是三线艺人 怎么看都不配 李永豪是同心出道 可惜长大后 在无息日光芒 融为各种电视剧的龙套配角 因为演技实在不出众 也不努力 相比杨思琪的努力上进 李永豪真的只是在混日子 杨思琪被爱冲昏了头 他不仅没有谨慎思考 还立即搬到李永豪家 和他通居 一时间舆论哗然 杨思琪的举动 也彻底惹怒TVB高层 他们召见杨思琪 希望他分手 实在不行 就假装分手 杨思琪通通拒绝了 他想要活得坦白 活得自由 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很快 杨思琪为自己的年少轻狂 付出代价 为了惩罚杨思琪 他们减少他的拍片量 不再安排他出演重要角色 杨思琪被血藏了 TVB只安排杨思琪 到内地参加一些综艺 维持基本热度 他逐渐沦为配角 离花旦这个位置 越来越远 原以为杨思琪能迷途知返 谁知越陷越深 2011年 杨思琪突然向李永豪 提出分手 具体原因不详 但外界流传两个版本 一是杨思琪一心别恋 二是李永豪沉迷赛车 太烧钱 外界议论纷纷 李永豪一家也乱了阵脚 先是李永豪面对媒体 声泪俱下 真的放不下 之后的是 看天怎么安排了 李富李家鼎更是怒骂杨思琪 他是神经病吗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还在准备结婚 但无论外界如何猜疑 指责 杨思琪去意已决 当初二人在一起 李永豪沉迷赛车不说 连信用卡都是杨思琪帮着还 不对等的关系 势必会让另一方负重累累 杨思琪就是 但是 这并不代表杨思琪毫无过错 根据媒体报道 杨思琪为了和李永豪分手 声称自己已怀有别人的孩子 谁的 传闻说是一个名叫Andy N的人 媒体渗透摩瓜 发现Andy N就是吴帅 之前是一名跳水运动员 吴帅退役从伤后身价不菲 榜间传闻 杨思琪妈妈为了撮合他们 怂恿杨思琪分手 本来分手在恋爱 也无可厚非 可杨思琪却偏偏选择撒谎 当初她怀孕的传闻铺天盖地 后来杨思琪上节目 又否认自己怀孕 但只包不住火啊 杨思琪的肚子越来越大 为了躲避舆论 杨思琪远赴美国代产 而这边的吴帅 也被爆料是个欠钱不还的老赖 他不但向跳水队员借钱 还向培训班家长借 借完钱就跑路 法院曾给他下过判决书 偿还数万港币 更可气的是 这个吴帅在内地早有未婚妻 他和杨思琪在一起 只是脚踏两只船 在压力和欺骗之下 这段恋爱也戛然而止 杨思琪再次输给了感情 2012年3月8日 杨思琪在美国生下一个女儿 但孩子的生父成迷 杨思琪也闭口不谈 他带着孩子成了个单亲妈妈 为了养活孩子 在生产两个月之后 杨思琪就投入工作 拍电视剧 怎么可能 TVB已是今非昔比 当初和他平起平坐的小演员 早已是当家花旦 现在的杨思琪 只能接一些商业活动 有次 他被拍到在 广州长龙水商乐园拍摄节目 照片里的他 肌肉松弛下垂 一脸眷容 明显休息不足 可杨思琪依旧强颜欢笑 中场休息时 其他嘉宾谈笑风声 只有杨思琪默默坐在一旁 当时有工作人员回忆 他变了好多 没以前那么开朗 整天不出声 好像怕人似的 怎么能高兴呢 之前港姐冠军时 杨思琪多风光 如今 只能沦为街派商业广告 报酬也只有6000元 他在TVB的底薪 是3.5万港币 但名下的房子要按揭 女儿父母的开支 加起来就超过10万港币 杨思琪想接价格更高的广告 但时至今日的他 已经没资格挑三减四 为了接到更多广告 杨思琪干脆自降身价 还是没有广告商愿意接纳他 因为他们觉得 杨思琪单亲妈妈的形象 不够幸福健康 人气下降 商业价值锐减 杨思琪越来越边缘化 前几年 他被拍到在夜场唱歌 唱到兴奋处 杨思琪还举起酒杯 向顾客卖力推销手中的啤酒 他不再灵气四溢 不再是可爱精灵 只是为了生活打拼的单亲妈妈 2021年2月14日 杨思琪官宣生二胎 他透露老公是圈外人 所以他想低调处理这段感情 对于老公的姓名 长相 闭口不谈 虽然他解释为了不让老公麻烦 孩子与他姓 但因为男方从未现身 导致杨思琪颇受争议 不少报道指出 他的另一半是虚拟老公 甚至有网友怀疑 他的老公另有家事 林林总总质疑声一片 甚至在2021年4月份的时候 杨思琪和孩子的家人 一起出门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车祸 但他的老公依然没有露面 这更加重了外界的质疑 对此 杨思琪也做出了回应 前段时间 杨思琪强调自己真的有老公 老公之所以不露面 只是因为圈外人 想过正常的生活 如果 让其他人去追访老公 老公未必可以接受得了 说完老公 杨思琪还提到了一对子女 他自报 女儿十岁 儿子也有两岁了 不过 他很少时间陪儿子 这半年以来 他长居广州 没见儿子 儿子成长过程中 他有四分之一的时间 没能陪伴在身边 他感到有点内疚 杨思琪留在内地那么长时间 主要是为了发展自己的直播事业 他说道 以前拍戏要长时间投入角色 就是在做别人 现在做主播 他反而觉得很舒服 是在做回自己 杨思琪前半生算得上是一个幸运儿 他从出道进入娱乐圈后 就一直拥有很好的资源 如果不是为了爱情 恐怕现在 还有很不错的发展 不过 万物都是有得有失 虽说他失去了事业大红大紫的机会 但毕竟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和帅气的儿子 面对这样的结果 恐怕杨思琪也不会后悔 那么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